Pony Q 好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然后很高兴这一次有这个机会 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哦 那讲到公资协议 其实大家第一个直觉 就我之前在提公资协议的时候 有时候我去说 我帮政府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很多朋友都会问我说 嗯?你?你去帮政府做我什么? 你可以帮政府做什么? 很多人都会有类似这样的问号 其实不管在里面或外面 其实大家对于去促成一个事情的改变 这件事情都 都很期待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但都觉得对做这件事情感到很多 觉得很不可思议 那今天这个话题要来跟大家讲 我们在里面真正碰到的一些 关键的环节 然后试着跟大家分享 我们过去经验里面一些 比较沉淀的部分 那首先关于我 为什么今天是我来讲这个议题呢 那我自己是一个资讯工程师 如果你要记得我 你可以记得 我是一个会写程式的工程师 然后我同时在政府单位 担任过一年的替代役 三年的约聘人员 从一般的地方约聘到 政委办公室研究员 然后也在 加一县政府的P&O任职过两年 然后担任过一些相关工部门的职务 我一直都是以约聘人员的身份 在协助政府运作 所以我不是事务官 我只是民间人士 以约聘的身份协助政府一起运作 同时在一些系统上 我是与专家学者会顾问的方式 在协助县市政府执行一些经典的一些案例 然后我跟别人比较大的特色是 我做过的事情还蛮多的 就是列起来是可以洋洋洒洒 列很多事情的 所以他们希望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相关的案例 我合作的机关从中央部会到地方政府 超过了数十个不同的机关 而且都不是那种去演讲一次两次的那一种分享 而是真的进入到专案 真的协助他们去把专案变得更好的一个过程 有些时候会成功 有些时候会失败 今天会比较专注在失败的部分 然后友缘在先 因为今天的时间不多 只有二十五分 只有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要第一方面是资讯合作 因为我就是资讯工程师 所以我就只能讲资讯合作 其他类型的公司协力 我可能就先没办法 第二种是 今天是进阶的 我们今天不讲太基础的东西 我们就只讲里面的关键点 所以如果跟不上的话 我有另一份投影片 回去可以再自己打开看 那看完那个再补充今天的部分会比较完整 早上讲题已经有归纳过公司协力的样貌 早上郑老师的简报我有看过 我觉得归纳得非常的好 所以早上讲题原则上在座镜头前面各位伙伴 应该已经有对公司协力有基本的想象 那今天我们这个部分 后面讲者会在讨论使用Uter Stories 更细致的旅程地图的部分 那个部分也是针对使用者了解的部分 更进一步的方法论 那我们要讲的是中间的这一段 我们议程要讲中间这一段不一样的部分 那虽然上一场我们已经提到 什么是公司协力的这件事情 但我们今天要讲痛点 所以我要把什么是公司协力的 这个部分的几个关键点 再拿起来再讲一次 但是我们会讲的比较快一点 为什么要公司协力 我相信所有伙伴在参加这个议题的时候 你第一件事情在想的事情就是 我到底为什么要做公司协力 不要说你们 就连我自己当初都在想 为什么政府需要我的帮忙 或为什么我要帮忙政府 其实这个问题对所有人来说 都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自己把为什么要公司协力 简要的分成六大块 这是我自己的归纳 原理上就是信任 专业 人力 多元 说服跟包容 我自己觉得里面六大项 我是这样分类的 然后我后面会有简要 每一项都会有一个简要的描述 信任 我觉得这个公司协力的 第一个重点是 你要进入协助的人 他必须某程度上 他的意见是要能够被信任的 就是换言之 他是能够真的有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的人 而不单纯只是一个路人 他必须要是一个意见上 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的人 他才有机会 把这件事做得好一点 所以第一件事情是 他起码应该要是有一定程度的信任 就是你不可能路边捞一个人进来 然后就让他去做这件事情 不太可能 这个信任可以来自于很多事情 包含过去专业的积累 包含自己的专业能力 包含他在专业上的表现 有很多可能性 第二件事情是 他必须应该要是个专业人 他在特定的领域 能够提供比其他的伙伴 有更可行的意见 更能够说服别人的一个说法 他至少应该要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属性 然后他可能可以带来一些人力 能够让机关去 做到他本来做不到的事情 像我很喜欢举一个例子 像OSM 我们可以发动全台湾的人 一起去画一个很大 很细致的地图 国家可以把他国家的图资 放进OSM 人民可以去更正里面错误的部分 或者是前几年很红的蒙点专案 我们可以 发动人力去更正教育部的词点 然后让 很多人的闲置时间变成对一个专案的巨大贡献 我们可以去协调这个人力的运用 这些都是我觉得在 官民合作里面一些机关 本来比较不一定有足够的资源去做的事情 可以藉由官民合作变得更细致的部分 再下一个点是 我觉得他可以想到机关没有顾虑到的事情跟面向 这个例子我很喜欢举一个有趣的例子是 我之前有一个顾问经验是在跟NCC一起讨论 无障碍的一些执行规则的细节 那时候我其实很好玩的事情是因为无障碍 大家能够直接想象的就是跟障碍者可以一起讨论 啊我们作为工具人 我们在讨论的是技术面的执行的部分 那时候我很在讨论的过程中 我很深刻感觉到一个很有趣的印象是 我们在障碍者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考虑到了适障者 但我们不一定会考虑到听障的伙伴 然后我们在不同障别之间 如果没有足够的人去提出 他从不同角度的意见的话 我们就有可能会漏掉其中的一些面向 所以让他们透过更多的人的参与 透过更不同角度的参与 可以处理到我们本来没有想过的事情 这是开放参与的一个好处之一 后面两个就比较有一点政治化了 他其实可以协助传递讯息给 他愿意认同他们的群体 能够把这些讯息往更多的人带 然后可以把我们认同的理念带向更大的地方 让政策的传递跟可及性可以扩得更广 最后一个是包容 包容其实一个政策他多或多或少 都是可能会被骂的 那其实在政策规划的过程中 预先去知道 政策会遭受什么样的批评 我认为也是很多政策在 推动的过程中蛮重要的一环 引入公司协力的伙伴有一个好处是在 一些外部的批评跟一些外部的 不同意见的时候你可以比较早的知道 然后你可以有机会事先做准备 其实这在政治上来说 我也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是刚刚讲的这些事情 杨洋沙讲的一些事情都听起来都很棒 都是一些好处 好像有了公司协力之后 机关所有事情都可以变得更好 但是我认为 我们在谈公司协力的时候 我们就漏掉一件事情 那就是有互动就有摩擦 当你引入了外部人士之后 你内部就会碰到几个困难 第一个是我要揭入多少资料给外部人士 有哪些是我 专业上我们有什么保密条款 隐私资料 我是不能给他们的 哪些东西是可以给他们的 法律上哪些是我可以给的 哪些是不能给的 我要让他们协助到什么程度 一 他们跟我意见不一样的时候 我应该要怎么跟他们互动 这些事情都是因为 你有引入了一个新的机制之后 你就会带来一些新的摩擦力 这个摩擦 那就会导致负担 引入公司协力 基本上必然的 对单位增加了额外的负担 这是我在论出这件事情的时候 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但是 我们的成功的关键点在于 必须要把这个负担 对单位带来的压力 降低在可负荷的范围内 最理想的情况是 你虽然增加一点负担 但是你拿了另外 减少了另外的一些负担 交换起来 让单位觉得你是划算的 在这样的前提底下 基本上就不会有不成 就基本上成功率 就会提升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所有公司协力的前提都是 这个合作本质上 必须要把他带来的负担 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好 后面会有很多的案例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讲 前面只是先带到一些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部分 公司协力在前面的六大前提 我觉得是重点 就是信任专业等等 这些题目 是你在参与公司协力的时候 你外部人是必须要有的基本门槛 也就是你要参与公司协力的时候 不是任何的人都能够被参与 他必须要以某种形式的设计 某种形式的能力 来参与这个专案 我觉得对内部的伙伴 他必须要有沟通的能力 对外部的伙伴 他必须要有协作的能力 他两边都有一些基本能力的要求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前提 在下面 成功的关键点 还是在负担的降低 这刚刚一直在强调 然后在这里面 我要衍生出的一件事情是 现在公司协力 你听到的案例 大部分都以开放资料 或者是以 很多资讯系统的协助 或是以一些 开放API的一些整合 黑客通这些的形式 大多都是以资讯为基础 我会觉得这件事情本身不是一个巧合 因为 资讯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 它就是负能 它可以让 这一件事情本来由人要去做 的事情变成由电脑去做 由系统去做 在这件事情上 人在单位时间内能做的事情会变得多 然后甚至是可以把那个事情 就平台化 分切给外部的伙伴去协助 让自己内部的能量 让自己内部的负担降低 让外面的能量提升 所以它借由资讯系统的这个本质 是让它在公司协力这一点上会 相对有机会跟相对容易的点 然后在探讨了前面这些前提之后 接下来我要用我自己的亲身经验 来把它放到我们的案例的脉络里面 对 这边才是主菜 刚刚那边只是铺层 第有几个痛点是我想跟大家讲的 就是 就是一样的业务啊 你给一样的业务 你给它一样的解决方案 有可能在有些地方会成功 有些地方会失败 这听起来很玄 但后面你听我讲 听我讲案例你就会知道为什么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案例 这是台北市 跟新北市都有使用的一个资源服务线上承计系统 中华民国的资源服务人数非常的多 每一年基本上都有数万 名以上的资源服务伙伴在资源服务的体系里面做很多资工 可以说台湾是一个非常多人喜欢做资工的一个地方 然后当你资工做满了300个小时之后呢 你就可以申请一个资源服务荣誉卡 作为你长期从事资工的一个荣誉跟证明 然后在这件事情 那我玩的事情是 每一年资源服务荣誉卡申请啊 能够达标到300个 三年满300个小时的人啊 基本上以双北为例 每一个县市大概都是几千人以上的数字 其实还蛮多的 然后 他们每一年 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他们每达到资格之后 他们就要把他的资源服务记录册 然后上面有纸本的十数条 一页一页印下来 然后填好申请表 盖上单位关章 然后寄到社会局 然后去做申请的动作 然后社会局申请完 审核 审核完之后 他还把荣誉卡结果寄回给他 让大家猜一猜在我们 以前我开始碰这个案子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流程要多久 以台北市来说 当时这样的流程要26天 平均 因为案量实在是很大 而且会有推荐往返的问题 而且重点是 他非常的浪费纸张 因为在里面就是不断的列印 不断的处理 当时他们早上我来讨论一个问题是 这件事情理论上是可以透过系统去简化的 那有没有机会线上化 然后我们透过了一些讨论之后 我们做了一个线上申请的系统 把里面的一些流程都透过网站 透过形式去处理 然后 成功的把这个纸本变成 我只要手机拍照就好 然后把大猴照 原本他们要自己去拿一张两寸的大猴照 就是大家很习惯去那个照相馆拍的那种大猴照 啊很多没有嘛 所以他们光是为了那个两寸大猴照就要烦很久 我们要把它改成你只要直接用手机拍照 然后正面看得清楚就好 还可以自动采切 以这些事情来说 我们简化的一些行政的流程 然后简化到最后的结果 他从送出到取得荣誉卡 最快一天就可以拿到 甚至几个小时就可以拿到 然后中间可以省去大量的纸本往返 大量的一些机关的互动 然后可以让这件事降低到非常非常快的范围 那在这样的系统里面我们学到的事情是什么呢 他服务要解决的问题是 他利用服务车会需要超大量的纸本 寄送往返的时间非常长 然后纸本基本上每个人可以做一个自己的版本 他没有办法验算说 这个人符不符合资格 但透过网站上的系统 他就可以在送出的时候符合资格 透过这样的系统开发 他们就可以很快的解决这个问题 好 那这里听到这里 你应该会想要先问我一个问题 这就是一个系统 我为什么不能找厂商开发一个系统就好 对啊 这听起来不难 就是知道要做什么 我就找厂商 然后开个案子 然后做个系统就好了 但你刚刚听到的这个东西是 我们已经做完 我们已经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 可是在专案的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是不知道该怎么做这件事 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弄他 然后做出来之后也不知道会不会被买单 所以我们担任了前面的那个实验性的阶段 在前期的过程中 我们透过概念的讨论 小批次的实验 小批次的执行 去把这个流程顺起来之后 再把它标准化 中间前面那一段是 多数政府单位在政策处理的过程中 比较难处理的一个部分 然后执行结果 最后这个专案执行结果 台北是第一个采用的 那他们也一路就用了四年 然后总共做大概几 也是做几万件 然后新北在2019年加入了这个体系 然后继续使用 然后桃园比较特别 桃园是已经台北 大概在19年还18年的时候 19年啊 桃园那个时候是看到台北已经用了 而且台北已经用的很成熟了 他们就找厂商把台北的模式 自己做了一个版本 然后做了一套自己的系统 然后自己用 那从我们的角度来说 然后后来台北市则是用了 台北市它到后面 因为世大运2019年的时候 也做一个自工系统 所以台北市后来是拿世大运系统再调整 加入我们所设计的流程 然后变成它的完整的自工系统 所以我们做的这件事情 是帮它建立起了一个标准的流程 一个合理的流程 一个实验 一个想象 然后让机关 其他机关可以参考 我们不用做最后的那个 Solution Provider 但我们做出一个 Pattern 我们做出一个典范 一个范例 让他们可以去知道这样做是可行的 然后他们就往后走 但是 所有的机关都一样 它的资讯资源永远都是非常的紧绷的 然后 能够跟你一起协力的资讯人员都是不足的 所以我们这样的外部资讯伙伴 资讯顾问 在这样的过程中 我们能够达到的效果 就会很明显 那这里面还有一些有趣的例子 我在加一线服务过 我在加一线服务过的时候 我曾经跟加一线的承办人说 我做过这个 我帮你们做导入 因为我非常的熟悉 所以我帮你们做导入 成本不会太高 而且还蛮轻松容易的 然后加一线的伙伴跟我讲 他们不需要 我真的是蛮 蛮客气的 他跟我讲不需要的时候 我是不会说 是不是他怕麻烦什么的 我后来就很认真的确认一下说 我就问他说 那你觉得不需要的理由是什么 他说 因为我们加一线 志工的风气不剩 所以 我们一年就只有200位会来申请 所以200位我们 每天做一件其实没有那么麻烦 而且都很快 没有这种需求 所以他们没有这种需求 是真的没有 听完我也 对他真的没有 那就这样 所以 每一个县市 在他的业务量也好 在他的业务样态 业务量跟他当地的文化 其实都影响到一些 手术讯 一些 解决方案的设计 这是我要在里面特别去强调的 其实后面很多案例 都有这样的现象 那新北之所以会晚了三年 纯粹是因为 过了两年之后 我刚好去新北 担任他们青年委员 然后跟他们社会局 在聊天的时候 聊到这件事情 然后就帮他们导入 他们在那之前是 有这个痛苦 但是不知道要怎么解 然后也 也没有 觉得那个很难 所以就没有特别花力去做这件事情 那 后来我们在那个时候 导入之后 他们就一路用到现在 啊 反应都还不错 然后这个的差异之处是 会有几个比较重要关键点是 通常 这个业务是 他以本来就有既有的资本流程 然后像新北他们是不知道有不同方案可以选 第三件事情是资源服务系统因为他 使用的用户是民间的资源服务单位 所以他有非常大量的民间单位 光办教育训练就类似他们 所以他们有一个足够负面动机是 因为要办教育训练很麻烦 所以他们不见得那么想要去调整既有的流程 我们当时在说服他们的点就是 是办教育训练比较麻烦呢 还是每一个单位换一个承办人 你就要重新接一堆电话比较麻烦 后来大家的共识都是 用系统去教育他们比自己接电话教育他们简单 就这样 第四件事情是对于陌生流程的掌握度 也就是他们对于 我要把它转成线上申请这件事情 哪些它安不安全 会不会导致各自外流 然后会不会有卫贸的问题 会不会有盗用的问题 这些陌生流程要有人去 一个一个点去告诉他们 什么是安全的 什么是不安全的 有人去帮他们做评估 让他们能够 让他们能够理解 然后愿意相信 第五件事情就是 它流程的改善 够不够明显 会有这些点是我们在中间在探讨的事情 然后另外一个案例是台北市的据点管理系统 台北市为了做老人服务 所以他们在每一个行政区 每一个里都有做一个社区 都有做一个以上的社区公害据点 可以让老人在周间的时候可以去上课 中午可以去共餐 然后可以做一些健康促进的活动 但是他们是补助民间单位去执行 所以他们就会面对到很尴尬的问题是 他们有非常大量的单位 要处理非常多的单据和销 而且是每一堂课就有一张单据要和销 所以每一堂课 每一天上课就有一张单据要和销 所以他们以前是十个承办的人做几十个据点 就做到快崩溃快在椅子 是做到同学们住院的住院请辞了请辞 然后很夸张 反正那都是伤病小组 我们笑说那是伤病小组 后来我们做一个神奇系统 这个神奇系统最大的重点就是 他把他的上课部分改用电子化 把他最核心最第一线的那个动作 变成是插卡 长者可以插健保卡 或者是使用他的进行爱心卡 去感应然后登录他的道课 然后系统就会帮他做核销 系统就会帮他做 他的报表 我们以前不是很常很多 你知道补助他 他就要教什么人次啊 人数啊 道课率啊 那些东西 那个东西对单位来说 其实都很大的负担 因为他们坦白说 他们都只想做服务啊 谁跟你来做这些报表 他们就是只想要把服务做好嘛 很多人 特别是社会关在据点 他们很多单位都是长期做 社区营造的单位 他们其实没有那么强的数位能量 所以他们 有些人甚至就是五六十岁的长辈 在管那个据点 他们可以跟老人家很好的互动 给老人家很好的照顾 却不见得很会使用电脑 所以那时候我们很努力的事情就是 我把他的操作变得非常的简单 然后当然可能 我们那时候简单到是你打开 把刷卡机接上去 卡就可以开始感应了 再选一下课程 卡就可以开始感应了 就这样 如果坏掉了怎么办 重开机就会好 就如果发生什么事情就重开机 反正就跟他们讲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就重开机 做到这个程度 然后他们就 就很配合的 很快就上来了 现在就我今天看今年核定的据点 高达五百五十个据点 也就是说现在有五百五十个单位 透过这个机制去做他的款项的合销 透过做这个机制 做他的单位人员的管理 做他人员的规划 而且因为他是线上的 所以他的好处是他所有的资料 市府都可以及时的收到 并且去做对应的分析统计 能够及时的理解政策的成效 虽然我们现在的政府还没有那么大的能量 可以去应用这样的资料 但是要为未来的政策 新世代政策施政 其实提供了足够的想象 他以前是每两个要签名 要合照要整理单据 然后现在刷卡会自动计算 然后结成民间据点大量的人力负担 然后你问我说如果他忘了带卡怎么办 我们提供单位一定的补刷机制 跟对应的集合机制 让他们能够人工的去协助他更正 另外是报表的计算也变自动上传 原来上我们人工只填写直化的栏位 就是那种感受性的或描述性的那种栏位 但是这件事情也很好玩 今天要讲痛点不是在讲好处 这件事好玩的事情是他在台北是顺利的 但在新北的时候是失败的 至少第一次导入是失败的 为什么 其实很好玩 台北市是有两个 我自己认为有两个关键点 一个是台北市是 县市政府直接对到所有的机关 而且他有给钱 因为你有给钱的关系 你就可以有比较多的要求 所以他在这种的导入的时候 他的主力会小一点点 那一开始是有一点点就是半强迫的 但上来之后他们发现 其实真的比他们自己汇成资本来的 简单之后 他们反过来就感谢我们 所以他有一点点这样的先有机来先有弹的关系 后面现在其实几乎所有人都是感谢我们做这件事的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抱怨还是有一些 然后新北的情况比较不一样 新北的情况是 他是公所管下面的引发俱乐部 他是每个区域公所下面有自己的一批据点 然后由他们去管理 然后他们的补助比较稍微比较低一点 但是他们点会比较多 然后所以他们对 实际上据点管理的要求跟门槛会比较 要求强制以后比较低一点 然后因为他们大部分据点的义务是提供报表 所以他到最后他其实真正的发挥功能 只有变成报表汇整系统 他没有整合合销 没有整合那些东西 他对痛点的解决就不是那么够 所以他在导入的时候 再加上你还要跟很多区公所去瞧 他的难度也会比较提升 所以他的沟通时间成本也会比较高 所以他第一版是有一点点失败的 然后他们最近是导入了 台北系统要做第二次的处理 那看起来应该会 他们有调整一下伏格的样态 理论上应该会成功 然后说的事情是一样的 问题 类似的问题 但是在不同的政策模型底下 不同的分工结构底下 他是有可能会产生失败的 还是要回到 那个解决方法 有没有真的在体制内 产生一定的好处 去解决这个问题 以台北市来说 他就是已经做到同样都快挂掉了 他们完全没有问题的双手拥抱这个系统 真的 他们非常非常乐于拥抱这个系统 那些承办人到现在我们都还是非常好的朋友 好 刚刚讲了 刚刚讲了两个案例 那现在要讲一个都是 已经有问题 然后有厂商 然后我在中间当第三方 去协助他们规划解决问题 那今天我要 今天有一个 企业级的公司协力 这个案例是企业级的公司协力 新北市政府有推动一个计划 叫好运专车是全台湾唯一一个县市 补助孕妇 每一趟产检的 那个计程车费补助200块 然后最多可以补助20趟 今年提升到28趟 那这个系统呢 他过去一直以来有一些痛点 他的痛点很特别 我觉得还蛮特别 他最大的痛点其实是来自于计程车队 计程车队因为他每年 大概新北市的孕妇大约 每一年大概会有十几二十万人 然后他的纸本每一个人有二十趟的话 大概就几百万张 大概反正就是有个几十万以上的趟次 然后每一趟呢都会有一张纸 然后如果车队想要请款的话 那一张纸得从孕妇的手上给 计程车司机 计程车司机再把他交回到计程车公司 计程车公司每季整合起来之后 再把他给 那个县市政府 然后核销完之后 才能够真的拿到钱 但是因为计程车司机 大家理解的事情是他们平常都 就是不是很珍惜他们的时间 所以以这种东西他需要再特别跑 很多复杂的流程去拿的话 他们基本上不太愿意 除非比较大一点的车队 才会愿意去做 但是以大一点的车队来说 像我当时在某车队服务的时候 我们单位一年可能就要拿几十万账的资本 我们要key in 那几十万账资本 光这件事情可能要请两个以上的人 在专门key in 这件事喔 所以在民间来说他在这个key in 也非常的痛苦 所以在内部的政策上来说 他资本券很容易交给别人去用 然后你不容易集合交易的时间 是不是生小孩前或生小孩后 然后你不容易集合他的上下车时间 然后只当破损就两边会吵架 真的会吵架 然后有可能会有喂猫问题 然后同学们也要一张一张去看 就介绍车司机那边 介绍车公司很认真一张一张造车 同学们也要很认真一张一张看 这件事情对两边来说都是巨大的耗费 所以我们后来就去协调的把这件事情变成线上话 从去年7月开始正式上线 但这件事很好玩的事情是 在这过程中其实所有人都同意这件事是比较好的 但是这件事我们整整瞧了三年 从我开始2018年 瞧到2021年 从我开始在瞧这整件事情 我们讨论了整整三年 才把它推上线 这是一个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一个有道理的事情 但是我们讨论了三年 有三个有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 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很贵 内部人会直接觉得开一个系统开一个平台很贵 所以这部分 就是得要透过讨论跟透过协商的方式 去把这个资源的 费用跟一些项目确认 他们是不是能够支撑的范围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 有很多的计程车公司参与了 这个服务 所以必须让所有计程车公司愿意一起上来这个平台 所以当时有某计程车龙头来统一统筹 然后把这件事情勉强的小下来了 这两件事情就花了三年 所以很多时候其实 那些关键点其实都在前面讲的 它很多点其实都是在 我们要努力的去协调所有的事情 然后让大家觉得它是一个有道理的事 而且其实大家都觉得它有道理的事 我们还要让成本在可以工资的范围 其实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其实公司协调最重要的事情 我直接跳过后面的 后面的志工管理的项 我把最后那一句讲完 所谓公司协调的成功 就是在可负担的范围内达到更好的结果 然后再用一分钟让我把几个重要的 前提不满足的一个重要的点 这其实是我今天的一个重点 前面信任的地方 我觉得这几个人最糟糕的情况是这样 信任就是专家的话 直接被打枪 这是最糟糕的事情 专业就是承办人直接觉得你在讲什么 这也是很尴尬的事情 再来就是人力 你觉得我要处理 我觉得你要处理 结果最后没有人处理 多元 有不同意见的人都被赶出去了 然后承办人只要说现在政策是好的 就不理他 但是我觉得承办人去捍卫基友政策是非常合理的事情 这真的非常的合理 既有政策存在就是有他的道理的 不能因为承办人去捍卫基友政策 就觉得他是保守 他是守旧 没有这件事情 因为总是要有人负责去执行政策 那个人就是承办人 如果我们不能说服承办人 其实事实上是我们的问题 我觉得啦 然后说服是 就是其实有话应该在里面好好讲 最怕的就是那种你在里面都不讲话 出去就开始炮轰 那最恐怖 然后包容就是 很多人就是觉得批评我人就是敌对的那一边 这其实很糟 以上这些项目只要有出现啦 那个案子 基本上要成功的机率就直接打对折啦 大概就这些事情要特别讲一下 然后对我来说 直接进入到最后结论就是 所谓成功合作 其实他通常带着一定的幸运 就是每个人可能都有适当的能力 适当的 互动 适当的沟通 然后大家愿意互相体谅 然后能够在 任务的目标上相互理解 然后认同 然后将心比心 然后每个成功我觉得都是很好的回忆 如果你们有机会达成那个成功 你可以理解 去突破一个既有的框框里面去达成一个 内外合作其实是一件 让人可以看得到国家希望的事情啦 这里面的痛点 回到问题一开始的本质 也就是痛点的这件事情 真正的痛点 真正的痛点 其实就是不把别人的痛苦当一回事 只要大家能够把 所有团队伙伴的痛点 他们心中在意的事情都摊到台面上 互相去取得一个合作的方案 即使最后没有成功 你们都能够在里面学到很多 那这件事情需要大家一起互相去努力跟尝试 我就收尾之外在这 谢谢大家 好 谢谢Tony QA 我们带来的这个演讲 最后这个结尾的有点感谢 害我就是 不知道要沉浸在情绪里 还是要赶快看一下QA 那个我们工作人员把那个 画面切到那个slido上面 我现在快速看了一下 上面大概有六个留言啦 可是大概有五个问题 那其中有两个 我想就是比较多人按赞关系的 我先提出来问一下 因为蛮多人好奇 您之前在加一线服务的经验 那特别是 因为我们一直听到都是中央啊 台北啊 双北啊 那其中特别有提到说 就是南部地方县市的这个观点 那您在这个执行长的任内 就是有推行过什么样的专案 而这些评价或者是反思是什么 那特别是有人把您的这一个 这个跟昨天的那个哈霸 就是LAS跟水利署的 来做个比较说 他们昨天讲的是成功的 水利署跟LAS 可是您今天讲的这个 有想说从失败这边来出发 那为什么都到了嘉义县当了执行长 还失败了 那这边是两题都关系到这个 所以先就这个做回应 有关南部经验啦 其实我特别回南部的两年 因为我自己是嘉义人嘛 所以我特别回南部两年 有一部分也是 觉得在台北谈一些高大上的题目很 很正常 但回南部是不是还能够做出一些成果 这件事情其实是 比较大的问号 我自己当时也是抱着这个心情 所以回南部去了两年 那 其实直白一点讲 我在嘉义人那两年啊 可以说是毫无见舍 所以 这也是我一个蛮大的痛点之一 但是 其实我觉得南部县市的差异有几个点 第一个点是南部的政策啊 它比较偏向于执行 它比较偏向于分配跟执行 而且它 执行的节奏通常相对比较短一点 它通常就是一个政策 首长决定要做什么 然后马上就拟定执行办法 然后就执行下去 它从拟定到执行的这个过程 通常相对比较短 然后有一些例外是在争取大型计划 像灯会 像是国家级建设 那种大型计划之后 它时间会拉得比较长 但是那些大部分也都是建设型的计划 也比较不是我们 有机会去参与的部分 也就是说换言之 在南部县市很多时候 我们大部分是 跟着北部县市 或跟着已经存在的执行 直接去买县城的执行 或者跟着中央的系统使用 像是社福体系 中央有推动一个 社福体系的申请系统叫弱势易关怀 它是低收入户 中低收入户 各种福利申请案的核心系统 中央它已经做了一套统一的系统 地方基本上 比较没有资源县市 就不会跟它打对台 就不会自己在做自己的系统 它只会直接去使用中央的系统 所以在 南部县市这一类的地方 除非你是职业市比较有资源 不然你大部分情况就是 跟着中央的脉络去走 你的自主性 在我们的专业领域的自主性 相对是比较低的 这我觉得是我在南部的时候 看到一个比较特殊的样态 所以 问我在南部地方政府观察的话 我会认为是说 它的执行通常是比较简单 比较直接 能够用简单快速 执本或不管是 执本或是电话 或者是绕人 甚至有些时候你要做什么事情 要就是打个电话 请公庙 请电话 单位去协助就好 根本不用这么复杂的事情 但是台北市你不透过系统的话 你基本上人数多到 你没有办法处理的程度 所以 它在执行上的样态落差 就是有落差的 有一些还是可以透过资金系统去协助 像我们在做预算视觉化 做一些相关的一些 操作的时候 还是可以 帮南部的县市政府做一些事情 但是 大型的规划 其实南部的空间是比较低的 我在南部认内的时候 有想过要推动一个开源的公文的 开源的公文系统的设计案 但后来是 挑战难度太高 加上 不太容易在那样的时间内完成 所以就失败了 这大概是我在南部的经验的一些分享 OK好 因为上面留的五题 大概有三题 都是讲到说这个 南部的经验啦 因为其实双北以外 恐怕就是还有很多这个 想要知道说这个需求和反应 所以也许待会儿 Tony Q 想到的话可以再帮我们做补充 因为听到你在那边待了两年 就是 那你刚才有提到一个公文的开源失败 那也许这个失败有什么样的 其实 加一线的话 我还可以再分享一个案例 刚想到一个案例 其实在加一线当时 我们有在推动一件事情是 加一线的 那个 那个网路的 就是一些 政府机关网路的普及 那个时候其实加一线 我们在地方的时候会比较多 跟一些当地的单位合作 像以加一线来说 他的学网有加一线线网中心 我们那时候会跟他们去 互动合作 去协助学校解决一些问题 那大概都还是停留在一种 工具人的角度的 的思考为主啦 那当时毒品的问题也满泛滥的嘛 所以我们那时候去协助 警政跟卫生在毒品议题上的水平连结 会有去协助顾问这件事情 还有一些有趣的案子是 有去帮忙做那个 那个路测 其实国家在内政部体系下 会有一个 去测量每个路几公尺 有一个路灯啊 路测 那个路 路边遥控的那个案子 他们会跑一台车去 看他路上的一些记录 然后把它制造成一个图资 的那个案子 那个时候也有参与到 大概有参与过这些案子 但我还是那句话 这些案子大部分都是 已经有一个手术学在那里 然后要么就花钱去买它 要么就是 就是去执行它 他其实大部分的设计的 这个角度都稍微 稍微比较短一点点 OK好 希望这一些 希望这一些 南部的观察经验 有兴趣的朋友的话 如果要再追问 还是可以追问 来不及在录影直播中回应 我们还是会请讲者在会后 看是可以用什么方式 跟我们的 学员做呼应 那这边还有一题提到说 您刚才有提到很多 都是这个可负荷范围 就是到底我有多少资言 有多少沟通 可以去推行这个新的专案 所以这边有人提到说 单位内往往都会取决于 主管的抑制 或上扯的压力 那如何打通这个关节 弄这个沟通更有 更有效率 有那不知道 讲师 Tony Kuchimi怎么看 其实我会觉得 其实我们 我们如果讲实际点的话 上层政策上有政策 要有亮点的压力 下层执行上有执行 需要时间的压力 通常这中间会牵扯到一个 要么对议会负责 要么对立愿负责 他有一个代益的压力在里面 所以 我在这里面的经验 在地方政府的经验里面 像台北市大家都知道 净老外星 那个从阳净老金被打得非常惨 所以 在一些相关的老人福利里面 其实他们一直长期来 都受到很大的压力 我在推行据点系统的时候 又碰过类似的情况 他 我要做这个系统 但是 上面就希望我赶快 半年内就把这件事情全部推上去 可是以当时系统开发前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当时的情况就只能 就是只能在密集的去沟通 透过具体的数据 具体的实验过程 具体的经验 去跟首长们仔细的讨论过这件事情 他必须要有的 脉络是怎么去执行 然后 这件事情我觉得回过头来就是 要 让能够说话的人愿意去支持你 这个本质 这政治上的本质是不会跑的啦 所以公司协力是透过外部 多一个第三方 或多一个专业能够被信任的意见 去协助你拉出这个平衡 那如果这个人 只是来造成你这件事情负担 那就不会沉 就回到我前面呼应的 那六大奖集的第一点 OK 对 好来 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也请那个Tony Q回应之后 可以帮我们这个阶段做个小结 是 简单来说 大家都同意开放政府这样的理念 但是新业务和就业务的重叠期 其实常常是大家中转不过来的状况 所以就是当这个新就业务两头烧的时候 你自己在你自己的经验有什么样的建议或分享 其实我觉得这完全是一个我们对于资金系统的迷失 我自己在设计系统的时候通常都是双轨的 我非常尊重既有 就是你刚刚一路听到现在 你刚才发现我非常尊重既有流程 我们都认为存在即合力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当我在设计一个流程的时候 我不会想着要全盘的把全部东西全部推掉 其实当年在做资源组织卡的时候 在做资源服务向上申请的时候 我都维持资本 先维持了两个月的并行方案 确定两条路都可行 都能够正常运作之后才切到存线上 因为如果你每次都断裂式的去切换的话 就是你永远都在做教育训练 然后你永远都在做客数 你虽然客数如果客数太大 你还被迫再打开 所以他完全我们在变更系统的时候 这种过渡本来就是 这种系统设计的一个专业 而且他是在设计的时候 就必须要考虑进去的 我们很多设计新的系统的时候 就会想着我一定要完全改变旧的东西 我还是要再呼吁一次 不要去否定既有的流程 既有流程会存在 都是有他的时空背景跟脉络的 我们要做的是把它衔接上 新的未来而已 不用透过否定过去 来达成新的改变 我觉得这是 就今天的议程 康康政府它有一个很重 其实你会发现我今天提的 比较多都不是在针对公务员 我今天在提的都是告诉你们 碰到哪些人你们是可以合作的 我今天其实是抱着 因为跟事务官伙伴在聊天 我们今天抱着议题 是跟你们告诉你们 你看到某些人 他出现某些特征的时候 他不见得能够帮助你改变这件事情了 但是有些人如果他那些事情 你都可以愿意为你着想 那跟他们合作 对你来说是有机会去成功的 这件事情我们会比较希望是 让伙伴们能够对这些合作 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专家学者 我们平常就会不断碰到 许多许多的专家学者 很多人其实对专家学者抱持 都会感到失望 我说实在话 那我自己是觉得 不会所有人都是好人 不会所有人都是适合的人 但是我们总是可以在这些里面 找到一些配件 跟适当的人去合作 然后大家有机会的话 一起来做一些好事 然后也不要让不适当的人 影响你自己太多 今天的议程 我其实真的想要分享的是 这件事情 而且我觉得这就是真正的痛点 OK 把事情做好 把事情做对 这个概念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业务中 都还是有很多进步的空间 那当然你要日复一日的 做那些重复的事情 不问对错 有的时候就会觉得有点可惜 是 毕竟我们特别是公务伙伴拿的 还是我们的公坛当薪资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 我们一起想像 下一个世代的公共治理 可以用什么样的样貌 回过头来 我们的开放政府 才有更具体的这个进程 那再一次谢谢我们 Tony Q来到我们的现场 那也感谢我们线上的伙伴 刚才精彩的这个提问 每次的提问环节 我都觉得说 这个萤幕后的大家 一定是有很多的这个热切的期待 那我们下一场的时间2点20分 再准时回到线上 休息10分钟 感谢大家